鏡頭回到台灣 來看到高雄有一艘新造漁船 今天在其今舉辦下水典禮 沒有想到一下水沒多久 這個船身就往左側來傾斜 幾乎都要快貼近水面了 相關單位獲報之後 趕緊前往救援 還好沒有人落海 而現場是出動了四艘拖船 趕緊把這個船拖到造船廠來固定 防止意外發生 現在初步研判 可能是這個船隻的壓艙不穩定 才會導致船下水的受傾斜 不過詳細的原因 還要進一步釐清 鞭炮聲中送新船下水 現場好熱鬧 不過才剛駛入水中沒多久 伴隨驚呼聲 整艘船重心不穩 往左傾斜 幾乎快貼近了水面 岸上的管理人員尖叫聲四起 就怕一不小心船上的人員就會入海 幸好在旁的船隻即刻救援 一邊負責警戒避免航道上發生碰撞 同時出動好幾艘拖船 慢慢將船拖回造船廠碼頭 結束治場驚婚 地點在我們旗津區中州的某家造船廠 那他們舉行新船的一個下水典禮 那新船下水之後呢 他是一個不明 造成一個不明原因的 一個傾斜 回到造船廠外頭還立著祝賀的花欄 面對新造雨傳下水典禮 發生意外的插曲 造船廠第一時間沒有做出回憶 幸好當時船上人員沒人傷亡 也沒影響到航道的安全 港警初不了解可能是船隻壓艙不穩定 下水後才會傾斜 但詳細的原因都還要進一步釐清 華視新聞消息榮浩北高雄報導